举重选手侯志慧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了金牌 成为我国第一位夺得金牌的选手 他发博记录这一刻 说自己顶着腰伤 弥补了2016年的遗憾 并立志要继续努力再创佳绩 侯志慧比赛结束后参加直播 在谈及偶像的时候提到了易烊千玺 视频中的提起易烊千玺时明显有些紧张 是千玺的迷妹没错了 看到这一幕 一个疑问不自觉地浮现出来 我为什么会喜欢易烊千玺呢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回答 因为他活成了我想活成的样子 不是外在名气 金钱 外表 而是内在的心胸气度 对自我的坚持 对名利的疏离 真诚和有趣的灵魂 也许我穷自己一生都不能达到的高度 却在20岁的少年身上完美的体现 以至刚刚了解他的种种时 那种惊讶和震撼 让我很多天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我感慨于他 活得那么明白 知道人的高度 不能以年纪计 知道自己以前看不起他这样的小孩子 是多么无知和巨傲 大家好 我叫易烊千玺 今年12岁 来自湖南怀化 我给大家唱一首歌 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拉丁 变脸 蒙古舞 记得我也是个少年的时候 计较颇多 计较一时的得失 计较资诸的利益 年龄和阅历 限制了我对生活的认识 随着年龄增长 人到中年时 才体会到那时的自己想法和做法有多么可笑 所以我包容少年和小孩子的幼稚偏执 也认为这理所应当 但易烊千玺让的我知道 有的人的心胸气度并不和年龄相关 有人即便活一辈子 也没有一个少年通透 在一次采访中 仅仅13-14岁的他说 我想和那些黑我们的人说 你们开心就好 那自信旷达的笑容感染了我 甚至说震撼了我 又一次采访中 他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的事事 网上黑粉说些不干净的话 粉丝们为什么那么伤心 那一脸费解的样子 风轻云淡 仿佛一丝都不赢于怀 但是如果人们知道 他和他们曾经经历过的 疯狂的网络暴力 知道那些肮脏的话 有多么肮脏 知道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就更会惊诧于 这自信旷达和风轻云淡 是有多么难能可贵 在另外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他 高考前阶长安是二十晨 占用复习时间 担心影响考试部 他说高考只是人生的 一个小小阶段 过了这个阶段 还有很长的人生 我才知道 这个少年站得有多高 看得有多远 综艺节目中不声不响 不惩一时口舌之力 不争一时口舌之快 有人说他没有综艺感 但他认认真真的 投入节目的拍摄 用心完成自己应做的事情 就凭综艺圈了无数分 节舞中 我们看到是他的大将风度 在一开始选队员时 就有一时的 为之后的赛制挑选 擅长编舞的队员 并不注重是否炫技 使之后的节目亮点多多 队长中哪一个 真能这样放眼全局呢 他尊重每一个队长 每一个队员 从不见他从口舌上 褒贬谁 他为对手 韩庚队长鸣不平 把输赢看得很淡 他不争不强 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 赢得众人的认可 是思维泰山而不交的 真实写照 我想他肯定明白 一时争胜代表不了什么 做出成绩 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你可以让他闭口不言 低调谦逊 但不可以让他 停下前进的脚步 不能让他敷衍了事 这就是一个少年的心胸气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